亲爱的恩宠家人们 很感谢神我们一起又回到圣经加油站 今天是礼拜一 愿你今天直到主日的时候 一个礼拜恩典满满 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马可福音九章 二到十三节的进度 我们翻开的圣经就一起来攻读 请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忽然由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没有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堆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下山那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存济在心里 彼此议论 从死里复活 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蔓吗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也任意带他 正如经上指着他的话 我领受了这个最重要的经文 是在第七节跟第八节 他说 有一堆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我看见这里手的介密是 耶稣复活的荣耀 有颁布律法的摩西 和最有能力的先知 以利亚的印证 也有天父的印证 就在主耶稣受写的时候 在水里上来 有父神说话说 这是我的爱子 知道吗 这是天父对耶稣的肯定 尽管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明白属天的体验 或者完全超乎我们生活经验之外 但现在天父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主说了算 他会引导我 让我明白 但我要说 光从主为你和我 副食之假 受食这件事情 我们就该单单听从他 应许是 敬拜他 爱慕他 胜过 爱慕这世界的 是最有福的 将上帝摆在 生命的第一位 也是神所喜悦的 当我们寻求他 上帝就喜悦 我们来寻求他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向我们 接着他自己 寻求他 他也显出他的同在 并且寻求他的人 向他显明那极大的赦罪恩典 也更多的明白神国的真理 那哪一些是可以避免的罪呢 这就是避免拜偶像的罪 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与耶稣相提并论 但要爱他 敬拜他 听从他的话语 行事为人 另外就是不靠自己 不倚靠神 和不信的心 避免不倚靠神 跟不信的心 我们不凭理性来认识上帝 信心若取决于环境 就不凭信心中行事 也不会信靠上帝了 那我的生活应用又就是 常常的亲近神 与神亲近 多多的认识圣经的话语 查考圣经 将神的话 谨记在我的心里面 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教练是谁 就是那敬畏神的人 或者是你的牧者区长 小组长 向他们分享你最近的生命 你是否在黑暗或混沌的里面 使他们可以为你分辨 为你遮盖和祷告 也使我们能够与神更亲近 更认识神 有关于上帝 我对他更新的认识是 天父亲自清除 并且直接的方式 揭示耶稣神爱子荣耀的身份 更加提醒我们如同门徒所忽略的 就是你们要听他 我们真的需要明白 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主的手中 特别信主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 与神同心 什么事情是该放掉的 什么是我该看重而去做的 什么事情是我需要 让神重新的来掌权 比如说曾经失去信心的 而神透过今天的经文祷告 就让我们再次将焦点放回到耶稣的身上 我们一起低头闭眼祷告 主啊 谢谢你 透过今天荣耀的指示 让我们明白你受苦的道路 求求来预备你的教会 预备每一位神的儿女 每一位门徒 重新跟上帝 跟爱我们的主的步伐 来同行 用生命来敬拜你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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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